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江南亚N与阿Lem 频道 今天阿Lem 继续和大家分享王曼妮的演艺人生 上一集和大家分享到王曼妮的演出去到1960年 今天就由1961年开始 1961年的第一套就是《可年的妈妈》 然后就一套天伦的上集 接着就是《金粉世家》的上集 然后是《银子万岁》 然后就有一套《力劫亲情》 然后就是《乐霞孤母》 接着就有一套《哀郎错鸟》 Mary姐就飾演《智强》的妈妈 然后就六一年的最后一套《金粉世家》的下集 然后就到1962年了 六二年首先就有一套《心心相印》 接着就一套《耻水榴莲》 就飾演《黄舞》 然后就一套《满江红》 然后就是一套《金肉满堂》 Mary姐就飾演《大少奶》 然后六二年就有一套《苏小小》 Mary姐就在《苏小小》里面 就飾演《姑妈》 然后就是《泡江重远》 接着就是《叶海遗恨》的下集 接着就有一套《夜夜望梁归》 接着就有一套《吸血虎》 另外就有一套《叶海遗恨》的上集 仍然是六二年《夜深沉》 接着是六二年最后一套《神出鬼没》 接着就到1963年了 六三年首先就是《皆大欢喜》 接着就是《骨育亲情》 接着就是《骨育亲情》 那Mary姐就飾演这个女伯人阿美 接着就有一套《金肉满堂》 接着就有一套《狂人塔》的下集 接着六三年还有《薄命红眼》 接着一套《大富之家》 接着都是六三年《鬼屋遗云》 接着就是一套《彩凶云》 接着就是《万劫燕阳》 接着就是一套《海》 《海洋》的《海》 另外六三年还有《狂人塔》的上集 而Mary姐就飾演《古莫士》 而Mary姐就飾演《古莫士》 而63年最后一套就是《秦怀世家》 而Mary姐就飾演《唐大姑》 接着就是1964年了 六四年的第一套作品就是《人海双初》 然后就是《封府》 接着就是一套《大饭店》 然后就一套《大少拉》 然后六四年的《香城炎尸》 《尾炎》的《妙》 《尸体》的《尸》 接着就是六四年的《高处不声寒》 Mary姐就飾演《黄老太》 然后就是《情海幽兰》 接着就是《满堂吉兴》 然后就是一套《血子人》 接着就是1965年了 1965年第一套就是《蜜月》 《蜜月》旅行的《蜜月》 然后就是《罪人》的《尚集》 接着就是《血债血尚》 然后就是《难为了家嫂》 《伤思湾之戀》 接着就是《晴天劫》 接着就是《罪人》的《下集》 然后就是《春蚕花未落》 接着就是一套《苦凤还草》 Mary姐就飾演《马老太》 接着就是一套《情海金枝》 然后就是有一套《丈夫的秘密》 Mary姐就飾演《范母》 然后就是一套《公子多情》 这套相当出名了 然后就是1966年了 1966年首先就是《亲情深似海》 接着就是有一套《我爱子罗兰》 Mary姐就飾演《珍妮》的母亲》 然后就是一套《断肠玫瑰》 然后就是1966年还有一套《难为了娇妻》 Mary姐就飾演《江二审》这个角色 然后就是《情人的眼泪》 Mary姐就飾演《软母》 然后就是1966年还有一套《都市的陷阱》 然后就是有一套《闻君能有多少首》 然后就是有一套《残花泪》 然后就是1967年了 1967年只有一套戏 就是《小姐、先生、师奶》 这套就是嘉宁做主角的 然后就是1967年之后 一直到1975年才有再拍剧 1975年有一套叫《十八镇》 这套我也未看过 然后就是1979年 就有一套《不是冤家就不醉透》 然后又要等到1986年了 那这套就是Mary姐最后要拍的一套电影了 那这套就是《梦中人》 那Mary姐拍过的电影 就全部就分享完了 那下一集就和大家分享 Mary姐在《无线电视》和《丽的电视》 演出过的电视剧集 那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就休息一下先了 那喜边这条片的朋友 请大家留言、点赞和分享 亦都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的 阿N与阿Land 频道 那下一集就会和大家分享 Mary姐在TVB和RTV拍摄过的电视剧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收听收睇 好,拜拜 拜拜